讓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PA是1分之1 PB是1分之1 A連擊B是1分之1 求這個東西 這是條件機率 在B事件發生之下 對吧 求A事件發生之機率 來 所以說重點是要求這個東西 對吧 在B發生之下 求A發生之機率 先把公式寫出來好不好 誰在後面 B在後面 所以說分為部分寫誰 寫PB 分子部分 麻煩你寫A交集B 寫出來了 告訴我PB是幾 1分之1 問題來了 A交集B怎麼算 有些同學說老師我知道 就直接把這兩樣相成就好 聽不懂說獨立嗎 沒有 所以A交集B怎麼算 你可以直接相成嗎 不行 這時候是有A連擊B 所以說說A交集B怎麼算 麻煩帶什麼公式 加法公式 老師可以知道 A連擊B的距離怎麼算 一樣 麻煩你把A算出來 把B算出來 再去扣掉A和B的什麼期 交集 是不是好了 來 A連擊B是幾 15分之7 A是3分之1 B是7 5分之1 去扣掉A和B的什麼期 交集 對吧 我們心算一下好不好 15分之5加15分之3 15分之8 請掉多少是15分之7 15分之7 以 所以A交集B 出來4期 15分之1 把它夾 帶進來 帶進來之後 把它夾倒過來 1分之5 5和15約掉 所以當然4期 3分之1 OK 好 這邊看一下